怎么我们总是能在网上看到些官方还未公布的后续内容 这个问题就 泄露是吧 这个我来回答吧 我觉得还是首先必须得承认一个客观事实 那就是越有吸引力的内容 它自然受到关注也就越多 那它泄露的概率也就越大 而泄露之后它的重播也更加不可控 那这样无论对于想要看到和不想看到它的玩家而言 它的影响都是越大的 当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除了故事的内容本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我们讲述的方式 我们都是越爱游戏的人 然后我们从游戏当中获得了一些很酷的 我们觉得很帅的情感体验 我们想把它带给另一个人 这个事情它需要一个过程 它需要循序渐进 甚至我必须在讲述的过程当中 根据你的反应 根据我们的认知 我们所彼此能理解多少 然后不断地去调整我的讲述方式 只是为了达成最后那样一个 我们双方都能取得快乐的这样一个结果 这才是沟通 这才是交流 我觉得很严寒的是 爆料这件事情能带来什么影响 或者说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本应非常美好的过程 被粗暴地打断了 甚至于说我们会看到一些泄露 远有意或无意的 它的一些并不是那么恰当的讲述方式 引起了分歧 引起了非议误解 它让许许多多的人 包括我们在内 包括无辜的玩家在内 产生了困扰 甚至彼此之间争承不断 我觉得这就是对于创作者而言最大的遗憾 2.0版本已经上线了 那大家都现在都肯定已经知道 无论是角色 剧情 关卡 还有玩法 我们准备了大大小小非常多的惊喜 这些惊喜当中也有叙事轨迹 也有反转 但我们曾想象过 它以一种最完美的 最好的形式被呈现到玩家面前 然后想象着那一天发生时 会是怎样的一个景象 我们能收获怎样的 和玩家一起快乐的情感 但它其实23年9月份的时候 它就没有那么理想 它以一种非常糟糕的形式 非常简单粗暴的就泄露出去了 就在座的 坐在这里的各位 其实都很难去和团队那些 相信这件事情 期待那一天的同学们去交代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事情面前 什么都做不了 是 我还记得当时说两句话 我当时说的这么两句话 叫做凡准本身也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去想一想 金融铁道作为一个长期运营项目 所有后来的新玩家 都是在被剧透的前提下面 去欣赏这样的一个故事的 那么他们会对这样一个故事感到认可吗 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我们在做的是一个 以年数十年为单位的内容故事 那他自然也要经受得起 以年数十年为单位的考验 抱着这样对于完美的幻想 然后且心可看 尽力而为 去做一些我们相信的事情 我觉得也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让 更多的人去相信这样的事情 当然 就2.1 2.2现在还有蛮多东西 还没有 对吧 遭受一些 你这话可别说 你这个话说了 假如真的就 我觉得就是要说 我觉得不能怕这个东西 对吧 我也相信他 能以我们希望的样子呈现出来 这个问题选的 老婆 这个问题选的 有点把现场搞得有点 什么问题啊 那算了大家把这些都摘下来吧 摘下来吧 这个环节也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真诚的回答 我刚才其实也看到了 这各位的心跳 有的时候就突然就上去了 你就做的是心跳还是血呀